8号东北列峰或暴风讯号生效 天文台说会在上午的10点20分 改发3号讯号 掌声内容 8号东北列峰或暴风讯号生效 天文台会在上午10点20分 改发3号讯号 热带风暴投资集的在香港以南 大约130公里 余辽向西缓慢移动 横过香港以南的海域 天文台说图资现正最接近本港 在香港以南大约150公里内落过 预料图资将会减弱和远离本港 本港的风力会在日间逐渐温和 而今日间中仍然有狂风骤雨 在凌晨时份 图资的威力主要由风声体会得到 横花村岸边不见以往的巨浪 亦都见不到大雨 相对平静 最厉害的浪都是这样 文安队员继续在附近巡浪 部分单位还有做足防风措施 但亦都有人好做 一般要比之前十号风球 跑回忆快了 但平均力比较好 差点准备了 原来没想过 因为见它热带风暴又好像不太厉害 打算三号 明天又可以休息一下 晚上过来跑 红磡码头一带雨势相对大一点 风势不算很强 有人继续跑步 亦都有人不顾危险 特意出来感受风力 刚好明天要放假 放半天所以就出来玩一下 你在做什么 在钓鱼 很强 很凉 向来都是水浸黑点的李渔门 以往严阵以待 今次到了昨晚近十点 都见不到商户做防水浸的措施 8号讯号之下 仍然无阻部分市民 在中环环桂坊消遣 有酒吧继续营业 亦都有不少顾客 部分的士挂了暂停载客的牌 有市民上前查询 旺角有梅雨 街上有市民楼莲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我们记者黎慧儿 现在在李渔门 那里一向是水浸黑点 今早情况如何 早晨 这一边刚刚天光了没来 虽然8号讯号依然生效 不过李渔门这里的风势和雨势 都不算是特别大 偶然都会有一两阵强风吹过来 用少少力就可以站得稳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李渔门避风塘这一边 看到时不时有些风吹过来 吹到船会动动动 刚才我们都进去村里面看过 由于李渔门是水浸的黑点 过往不少的商户 会在8号讯号生效的时候 提前堆放好一些沙包 架切挡水板 做好一些防水浸的措施 不过我们今天进去看过一轮 他们就未有特别 去做一些防水浸的措施 而有部分的商户 就在门口的玻璃上 就已经粘好一些胶纸 类似的这一类防风措施 就已经做好了 现场的情况先来到这里 先将时间交分给新闻部 好 谢谢外面的同事 看看交通方面 港铁说8号信号下 港铁列车和轻铁 将由头班车起 维持有限度服务 大部分路线10分钟一班 港铁巴士就暂停服务 高铁香港段服务正常 轻铁除了路线614和615 暂停服务 其余15至20分钟一班 迪士尼线就是20分钟一班 铁巴和农运 除了B1、B9、S1、S64、S64C、S64P和S64X线 提供有限度服务 其他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 乘巴方面 除了B3X、B7和S1线 其他日间路线都是暂停